MING PAO TORONTO 如果你在萬錦市想找一個大的後院 三個車房近公園 最重要是近超市和高路 我們現在準備一齊看一間四個房 完成了Basement 有五個洗手間的特別後版 我們進去看看 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個萬錦市的三車房版本 很少有的 現在這個就是裡面 停到三部車 外面三部車和這裡都有些空位 地點一流 我們就是caché 我們其實在羅頓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交通方便 因為我們在EBS上來 大統華和王府井和上Highway 都是一個地方幾分鐘完成 然後我們出去 大概兩三分鐘就已經有公園 我們現在慢慢在這裡 他用石磚鋪好地面 從前面走到這邊 而且他們用不同的款式 來推砌這邊 而且他們自己用了很多心思 在前院和德陣的後院 是有驚喜的 我們一齊進來 這裡他的Storm Door 弄了一些Windows 可以透風之外 而且他可以看出來的視野上 是會好一點 進來的 Double Door 因為家屋闊 所以他可以做到兩邊的門 進來的時候 左邊就是車房 而這個圓桿 一個上去Securate的樓梯 以及我們這個有一個佈局 就是一個廳 兩個廳 和第三個廳 我們慢慢進來看 進來這邊 業主他在這個版本裡 全部升級了 就是California Shadow 就是私人訂製所有的Windows 我們每一個窗口都可以調整不同的光度 進來的時候 有一個搬透明的原因 就是因為陽光射入它的Half Wall 上面放一些Pop Night 而這一邊 空間可以放到兩張大沙發 還有一些椅子 還有一些椅子 那些朋友 建完這邊之後 還可以在這邊有Flyer Place的地方 做這個Family Room 這個Family Room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 在後面 就是一個可以半的Pivot 或者全部都開出來的地方 將來新的買家 可以把它拆出來 變成打通也可以 我們在這邊走出來 我們先來一個廚房看看 因為廚房和後面的Betfast Area 全部都在這次打通了 待會兒 最後再去Darling Room 在那邊 因為這一邊我想和大家看看 就是窗口特大之後 和這邊兩邊Windows 在Cachet區 都是一個成熟的社區 以前的三車房 很多叫做八尺樓底 而這一間 以下用九尺樓底來做 我們進來看看 這個Deck 是一個大的Deck 有一個層次感 由這邊下去 然後再下去 我們的Deck的空間 比起其他來說 是大很多的 又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走很多步 到這裏 待會兒就會去到這裏 旁邊位置 樹的東西 這個來說 通常是正方方的Backyard 而我們有一個停的 特別是直設計 在這裏 我們在後面 那條路就可以出回去 我們回到這裏 從這裏 從這裏 可以放一些長椅子 吃個早餐 也行 還有這邊的空間感 將來改變 去款式和空間 的創造性很大 最後這裏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早餐 現在這個設計 其實這些空間 比再新的模特兒大很多 現在眾觀看見 鏡頭前有六張椅子 它可以放 其實再放更多 然後我們可以去上二樓看看 看看 上二樓之前 我們在裏面有個洗手間 和直達車房 和洗衣機軟 在下面這邊 我們先從二樓看完 就看回床 我們先從二樓看完 就看回床 從二樓看 雙門的設計 全層都是黑屋 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空間 一樣 逢是大的樓 一定是整個床 的空間 那麼大 看到佈置就是大的床 兩個書桌燈之後 這個位置 是可以做到自己的 私人的工作室 或者在這裏 可以看電視 也可以 由這邊 就五個 五件口 有兩個雙星 兩邊的星盤 再加上後面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企缸和浴缸 這個主人房裡面 有兩個大床 有一個床 還有後面這組 有兩組可以男主人 和女主人的床 然後我們慢慢出來了 可以先看看這個 那時候的 Selling Point 就是這邊 多了一個area 其實可以做的 就是自己讀書的空間 又或者把房間的大小 再去調整 因為這個模特兒 在以前來說 是一個Model Home的一個Layout 然後這個 就是第二個獨立套房 有一個高的森林 在這邊 陽光 所以那邊至於便很舒服 然後我們又是一樣 放到大床 和很多東西之後 這個一個是自己獨立的洗手間 然後在第三、第四間房 它會共用一個廁所 叫做Semi-On Street 我們來看看 我自己喜歡的 我們從每一間房 其實看到它的窗口都很大 很多時候它不是單邊 是直接做到雙邊 即是兩邊都有陽光的窗 這個空間感受一下 我們從這邊 回到第二間房 這些Model 其實有好處 以這麼大的 In case 將來可以變成一個廁所 一間 兩個獨立廁所都可以 還有有時候 可能那些小朋友 剛剛出生 或者看著的時候 有些月嫂在這裡 或者在旁邊 就可以有一間房 他們的私人空間 或者最簡單 兩個小朋友 在左和右 這些就配合他們 我們看完第四間房 之後 一起和你們一起去看Basement 來到Basement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特別之處 然後就是多於廚房 我們待會慢慢看 會和你們看更細緻一點 首先 這裡有一間睡房 裡面的空間和窗口 都做得很好 裡面也有一個concept 即是放衣櫃 有時候有朋友來 他可以在這個地方 又或者你們自己 去一個玩具房都可以 進來廳房的時候 它有1、2、3、4 有4個Windows在這個地方 而且它的闊度 它的房間很闊 但通常是放很多處 但現在這個結構好的時候 在柱的位置 是剛好放進去 不會阻擋的地方 好像進來 剛剛這個地方 跳舞也可以 又可以進來朋友去玩 或者可能卡拉OK 這個地方 又我們會穿過 一個去廁所 那邊也會進來 這個也是一個浴室 可以充到樑 還有它上面有兩個Windows 還有這個是加了抽氣線 通風是一樓 這個就是一個私人的睡房 這個可以變成睡房 又可以 這是現在的工作地方 打開後 這個樓梯可以放不同的東西 這個樓梯可以放一些皮箱 還有最喜歡的就是 這個樓梯是喜歡煮菜 反而他以前煮的時候 在樓梯這一層 關上門來煮中國的菜 所以有些抽油煙機 那些氣候是直達出去的 即是那條氣候是直達出去 剛剛進去的那個門 就是一個機房 然後我們再上去看看 看看後院 如果您對這間三車房有興趣 立即跟我們聯絡 還有在萬錦市 或者在三車房其他地段 都有興趣 歡迎您跟我們地產三軒會 Johnson聯絡 我們待會提供更多資料給您 謝謝